身為台灣籃壇的未來之星 曾經的旅美小將林廷謙 在今年夏天投入了CBA選秀 並在首輪第三順位 被天津榮剛給向眾 正式告別學生籃球 成為一名職業球員 準備面臨運動生涯的 下一個全新挑戰 可能我覺得第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身體素質方面吧 要怎麼去適應這個比賽的強度 像鼎哥跟永生學長 都給我蠻多的意見的 像鼎哥的方面他有說過 面對更高大個子的球員 要用什麼採取什麼策略 那永生的話就是可能 他也覺得我身體的強度 可能還不夠 那可能要用更努力的訓練 或是用更其他的方法來彌補 這方面的不足 今年十月才會滿二十一歲的林廷謙 從金華國中畢業以後 就展開旅美生活 去年加入NCAA一級球隊 布萊恩大學 菜鳥球技就有不錯的表現 無奈受到疫情影響 讓Benson的旅美規劃被打亂 最終只好選擇提前投入職業賽場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天意 他在去年整個一年度的表現裡面 覺得然後再加上教練對他的信賴 學校的這麼的支持 他已經有經歷過NCAA的一級大學裡面的 不管震撼教育也好 訓練模式或者各方面 那因為這個疫情不得做出這樣的決定 他也就是很支持我的決定 然後希望我在那邊 他只是他希望我能夠身體健康 平安的打完賽季這樣 提前轉戰職業 身體健康比什麼都還重要 不過就算原本的計畫被疫情打亂 Benson仍舊沒有忘記初衷 接下來他希望透過對岸賽事的高強度 來強化自己 累積再度挑戰美國藍潭的本錢 YTV新聞採訪報導